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l 今天我們又邀請到了Opage的Jerry Jerry跟大家問個好吧 大家好我是Jerry OK Jerry 所以這個禮拜要幹嘛 這個禮拜要幹嘛 價格還有變動嗎 真的沒什麼變動啊 趕快去讓它變動一下 我一個人哪有辦法讓它變動啊 不過說真的就是真的我們 雪梨不離日本都OK 我們木偶本的同仁真的很多都幾乎快轉行 沒有成交量真的快暈倒了 可是我看你每個禮拜Present那個都還是有一些數字啊 是有啊但是 那都是Private對不對 房價的下修其實不可怕 因為它非常微服 但是沒有成交量才是最可怕的 因為Agent 你沒有成交量你怎麼 這麼多人你怎麼餵飽 不可能啊 那我們希望很多觀眾朋友們 幫這些可憐的在澳洲賣房子的 來點成交量吧 對 OK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東西 今天要介紹 布里斯本的Fortitude Valley Fortitude Valley OK Fortitude Valley聽起來好像很有Fortune的感覺 是嗎 有喔有一點喔 有嗎 我自己很早以前也是住那個地方啦 以前很亂啦 但現在整個都已經重化光了 就是一直在升級當中啦 對啊對啊 好那我們在介紹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最近的一些 成交量的新聞和消息吧 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能告知我們什麼呢 所以 哇很屌耶 Victoria百分之百耶 可是 可是只有一套啊 一套 百分之一百 所以 所以光看那個 那個成交量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數字 percent 那個美感 你還是要往下看 他到底那個成交的那個 數字那個數量 那個才是比較要緊啦 OKOK 那目前 各州的成交量啊 其實都沒有達到疫情之前的水準 可是都還在穩步的回升當中 那 只有這個維州 因為維州現在整個是lockdown 所以你剛剛看到 Action 一套 這個也是 我可能從也這麼多年以來 看到一套 幾百年以來第一次這樣子 真的真的 然後那個 新州跟坤州 其實都一直都在上升喔 他的 不是那個 那個77% 跟49% 我指的是下面 他的那些 pipet sale news要說1839耶 對 然後1200多 對 所以這個整個那個成交量 其實都都上升的 所以 我就是新州跟坤州的朋友 都還OK啦 就只有維州的 真的是 快失業了 沒有成交量 真的快失業了 對 Auction才一個而已 真的是很慘 對 然後其他州的你看 其實都 Western Australia很慘耶 哈哈 啊這個 零耶 這是零的意思嗎 是啊 是啊 一件拿出來拍這個 奇怪為什麼 西澳他 他疫情又沒有太大的問題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一樣啊 就是沒有人啊 他現在人都進不去 現在完全就是靠 因為西澳最主要就是 靠澳洲內內 當地內 就內地的 也還在境內的人 對 就是境內裡面的人 在支持而已啦 那他之前好的時候 當然房子有蓋案 所以大家覺得西澳 心心向榮 那可是問題是 他一旦就是人進不去 真正的工作需求 都完全是for當地 難怪你都沒有西澳的項目 不好賣 可是西澳真的 問的人最少啊 是真的問的人最少啊 其實跟西澳比較接近 像之前黃金海岸 問的人也很多 黃金海岸 他是完全以for觀光 而且我覺得不只觀光 就是 真正的一些有錢人 我發現他都會 跑到黃金海岸去 是啊 所以黃金海岸就是 乍看就是 我們之前幫忙成家 然後去做 AMBNB那個 那個短住房也沒有 可問題是 還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他買黃金海岸 他是 那不是他的第一套 但是他可能第二套 或第三套 他是買Happy的 是 買爽的 對他房子放在那邊 他房價跌 那我不賣就好啦 那所以 黃金海岸就 比西澳比較起來 黃金海岸的價格 還比較有支撐一點 我覺得看這數字 我覺得真的是蠻好玩的 我覺得第一次 有史以來 應該有史以來 北領地的數字 還有Tasmania的數字 是比Victoria還要高 怎麼可能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吧 好 跟大家報告 目前今年以來 雪梨目前房價上升1.4% 然後墨爾本是負2.4% 2.5% 然後這個布里斯本是漲1.9% 然後從去年以來 雪梨是漲8%多 然後墨爾本是漲4.3% 然後布里斯本是漲4.4% 那上個月 如果我們看這個1month ago 就是上個月的時候 各州的方式其實幾乎都全面的止疊反升喔 除了雪梨跟墨爾本 雪梨、墨爾本 其實都還是在微幅的下修當中 不過其實很正常 因為每一次澳洲的整個方式 零掌跟零碟都是雪梨跟墨爾本 可是你從其他各州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跌幅 基本上都已經停了 有些甚至是上升 像上幾題目我們上次提過 就是坎培拉幾乎都是一直穩步上升 一起對坎培拉完全一點影響都沒有 然後西澳是比較止疊一點 沒有那麼像 政客還 政客多的地方還是在花錢 那原本收入就高啊 應該不是說政客 那邊很多公務員 政治家 政治家 好 這個是什麼新聞 OK 那個 很多 不管是FB還是YouTube 其實也是敗你之刺 每天都在問我說 什麼時候夭壩 到底為什麼夭 為什麼不會夭斬嗎 為什麼不夭斬 然後這裡面有講為什麼沒有夭斬 對啊 真的假的 應該會夭斬啦 正常大家都在想夭斬啊 那這個是Corelogic裡面的一個專欄作家 我覺得他講的話 其實我們常常看Corelogic也就是習慣了 那我們也都是盡量比較中肯 說真的我是一直很中肯的在做這些房子報導 那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媒體大家說 哇這個 這個後疫情時代 經濟明顯就是衰退啊 那你為什麼房價 每天都在講二三四趴的下修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房價還是沒有明顯的下修 那這個專欄作家 他就指出了這幾點 跟大家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六點齁 第一個是什麼 BANKS ARE BEING SUPPORTED 對 這個銀行這個還貸的這個讓你遲還 基本上他就是在避免這個市場恐慌性的賣牙 這個其實我不認為 我也不確定這個是不是政府要求各大銀行要這麼做 那是政府要求 對 那各大銀行也跟著配合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認為他的想法就是想要減還這個 不過這個有唯一的壞處是什麼 缺點啊 缺點就是所有的銀行股價都一直往下掉 因為他沒有辦法賺錢 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可以去減澳洲的那個銀行股啊 這也是個考慮方向 銀行股腰斬了喔 銀行股是真的腰斬了 你可以去減 因為我最近在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再退一步去講 其實銀行它是最大的債權能 今天如果房市真的不好的話 銀行馬上第一個就要 就要殺頭給你看了 那就要先腰斬給你看了 所以基本上啊 這個提供這個延遲貸款這件事情啊 這個是減緩了這個房價下修的機率 但是今年年底 難怪這個有理啦 這些延緩持款的時間一到了之後 什麼時候到 年底啊 年底嗎 那你說這個什麼 這些債務人他要還 他還是得還啊 不是說延遲就是不用還 他還是得還啊 好啦所以我們腰斬的部分 我們年底再聊 快啦 就剩兩三個月而已啊 就靜觀其變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失業率上升 基本上現在的失業率都上升嘛 那失業率上升衝擊最大 其實是住令市場 就是他買這個投資房 是來租給比較弱勢租金的 因為如果你是自己已經有房子在住的 這個失業率像這樣 這個對他影響不大 因為他還是得住 除非他真的撐不了 他自己連他自己住的房子 他都得賣掉 那個才會有賣壓 那你這種失業率上升 可是沒有人去租啦 對 所以說失業率上升 衝擊最大 是租賃市場房源 那這些租賃 跟賣的沒有關係喔 關係比較小 因為真正這些租賃 就是買這個投資房 今天要上一課 OK 真正買這個房子 要來出租的 這些都是集中在市中心 或者是大學那邊 這些房源其實 佔整個澳洲房地產市場 那比例其實不到30% 甚至我覺得可能更低啊 因為基本上 大家都是自住房啊 那你會買來投資的 那這些房源 受的衝擊最大 所以你們記得之前我們 所以不要投資 你可以 你必須要投資 不要再過於集中 就是這麼多投資房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提 你不一定要一直往西邊 那今天要介紹的那個地方 是很多投資房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那邊反正是人口上升最多的 沒錯 OK 第三個是什麼 他又繼續各位 Risk Highly Concentrate 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 這個房價下修的區域啊 其實很多都是集中在這個什麼 市中心 市中心 這個上一期我們有提過 都在莫尔本嗎 對 莫尔本居多 然後那個那個 那個雪梨市中心 對 那所以 為什麼當初大家 那麼多的海外投資客 或者是當地的人也好 就買在市中心 他就是買來收租的嘛 沒有 所以 對啊 所以 不錯啊 所以 之前有人 對啊 也有網友在說 那個布里斯本 他覺得投資房比例太高 可是 明明我就覺得沒有啊 因為你說市中心在賣的 當然比較多 可是問題是 但是他整個供需平衡來看 他的成交去化還是很正常啊 所以 與其說坤州 我是覺得 其實是雪梨莫尔本市中心 投資房比例最高啊 嗯 而且他都集中在 那個大學 市中心的那個大學 他唯一一個不是在 New South Wales 和Victoria 就是 Adelaide的市中心啊 對 沒有錯啦 Adelaide市中心也都是租 都是學生啦 對啊 所以這是注定市場 下修 受創最深的 就是在這些市中心 那房價下修 比較明顯 老實講也是這些市中心的 二層市場 哦 OK 第四 好 Part of economy are doing well 部分經濟還是良好 尤其是礦業 礦業我們在 你之前上次也有提到說 這個出口有受到影響 可是 我在看那個 這個澳洲的這個 這個出口 前三大就是鐵礦砂嘛 那為什麼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巴西的關係啊 因為巴西疫情 非常嚴重 所以巴西也是另外一個 礦業出口很強的國家 所以巴西沒出口 只能跟澳洲買 對 所以澳洲算是撿到的 因為巴西疫情太嚴重了 那 澳洲的礦業 巴西好像已經 四百多五百萬人 我是沒有記他 但是他 如果照巴西總統 繼續要這麼 樂觀的話 他的疫情我看也 不會降下來 所以澳洲等於 這次算是撿到槍啊 OK 他的礦業 即使有下修 可是問題是 澳洲的礦業是質量最高的 你再怎麼不好 你就是得來買我的 你中國 好啦 跟政治沒有關係 就是你再怎麼關係不好 可是就是你的質量比較好 我就是得跟你買啊 對啊 所以澳洲 他會說這次的經濟 中國還是要買啦 對 中國還是要買 這還是 沒有這事實啊 這跟什麼政治有什麼關係 這還是要買啊 對還是得買啊 對啊 所以他說 像昆州 這次你看 他的疫情 受到 受到很好的控制 他的表現也都沒有太差啊 昆州的這個房價 就房地產啊 我們再看 也都沒有太大的波動啊 失業率 其實昆州也是 影響最小的 如果跟雪梨跟摩爾本 比較的話 是是是 OK 第五 employed people aren't spending as much 什麼意思 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 比較高新的 然後比較高端的市場的房產 實際上在這次疫情之下 受到的衝擊 其實也是最小 尤其 又在上週 上週其實 你看疫情已經這麼嚴重 雪梨又 成交了一個 就是歷史上最高價位的房產 在Point Piper那邊 就看雪梨哥捐那邊 9500萬澳幣 那是什麼房子啊 他就是 就是整個看 雪梨哥捐 他是別墅啊 他是別墅啊 然後去岸邊 然後就是看 其實 澳洲最貴的區域就是Point Piper 然後Point Piper 最近就是成交一個 9500萬澳幣的 的房子 9500萬是多少錢 台幣 我沒辦法說 9500萬澳幣 我看到 9500 據傳是中國買家 中國買家買的 那你說 你說你再怎麼 再怎麼 不讓 9000 中國學生來 或者什麼 可是澳洲的這種 將近20億台幣 對啊 將近20億台幣 那 對於這種 比較高端的這種房地產 或者你比較 白領切吉 就是你比較高興的啊 實際上 對這次的疫情 衝擊最小啊 衝擊最大 是比較 低階的啊 那這一次的低階 可是偏偏政府也給了很多 這些低階的 壽星階級 很多的補助方案 知道 所以他利用這些政策 然後去彌補一些缺口 才會讓這個整個房價 沒有發現這麼明顯的下 崩潔的樣子 沒有崩潔的情況 可惡 這政府是太聰明了 好那我 澳洲政府是真的很聰明 好第六 Stipulus is helping OK 就是這些我們所提到的 這些補助政策啊 緩解了整個市場的衝擊 但是我們還是要 因為你上一期節目 你就說 那到底明年的房價是怎麼樣 我說 第四季就是關鍵的啊 因為所有的補助政策 開始慢慢慢慢就 從十月開始齁 對就開始慢慢就 收掉了 甚至沒有了 所以 今年 Christmas之前 疫情一定要受到控制 大家才可以正常的 好好的回去上班 你這樣講 我反而會 不希望他受到控制耶 哈哈 完全就看你 每個人站在什麼 還沒有入手的人 當然希望他不好 可是已經入手的人 他當然是希望他 疫情可能 我不是那個已經入手啦 沒有亂講 我是還沒入手的 你要想 很多客戶 他已經是TR的 他當然是希望疫情 趕快受到控制 不然他趕快 要真正要去澳洲 對啊 所以說真的 我們也是希望說這個疫情 能夠好好的受到這個控制啦 然後這個經濟還可以 比較穩定 當然啦 正常的 就希望趕快 好起來 趕快好起來 好 接下來要介紹 42 Valley 他右邊是4006 他在 布里斯本市政府旁邊而已啦 對啦 他其實離市中心也很近 他也很靠近我們之前 所提過的那個 Tenerife 還是Bowen Hill 就是都在附近 然後New Farm也在附近 都是這些好區 那 他早期其實 老實講 早期我也不是很喜歡他 他 他就是 就是 辦公業吧 對對對 然後 就是感覺素質不是那麼好 但是因為他夾在這麼多好區中間 然後 很奇怪的喔 他是這個人口普查裡面 他是昆仲裡面 人口上升增長率最高的 5% 5%的人口增長率 所以澳洲政府是這樣 你只要 這個區域的人口增長 有很明顯的上升 他的房地產的那個容積 他就會給他放寬 所以之前那邊都是 比較不會有太多的高樓大廈 可是他現在 人口增長率最高 5% 那他的容積就開始放寬 就開始可以 不是蓋那種石層樓以下的公寓 他開始就可以蓋 越高越高 對 越蓋越高 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一些 十幾二十樓的這種 房的這種公寓出現了 他房價很便宜耶 對啊 那他 Volity Valley他有一個 station 有個車站嘛 他那個車站其實一站 就到 central的車站了 所以其實他離市中心非常的近 那 離市中心這麼近的地方 竟然沒有被好好的發展 所以絕對是錯誤啊 所以其實Volity Valley 他是被這個崑州政府 他已經是被 他也被略為重點發展區域 必須要改觀 不可以像以前 那麼不好的 的感覺 形象啊 對 然後他也很靠近 我們之前所介紹的那個 GEM Street 那個購物街 還有那個BurnSuite 那個商業街 他也很靠近故事橋啊 所以他其實 其實在購物啊 或者是旅遊方面 都是很好一個地方 那你看 他這個需求 其實非常的低 那因為都被低估了 現在整個崑州就是要好好的 州政府就是要好好去發展 這個區域 然後他 也很靠近這個 QUT 崑山科技大學 然後他自己本身 那邊有個 Brisbane Central State School 他也是崑州前五的一個私校 所以如果你說學校的話 他沒有很差喔 而且他的重建計畫 開始 接踵而來 從 大概兩年前 就已經頒布了 他的車站 要擴建了 是 所以 Fortitude Valley那個station 不會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他會變得更新更漂亮 他甚至還會再結合一些購物商場 在裡面 隱城 隱城他也要再擴建 所以你有隱城 表示你也有商場 又有新的 然後商辦 也要再蓋新的 然後他甚至還有一個 Walton的一個歷史遺跡 他要把它改建 變成一個大學 真的喔 對 這個還不知道 但是變成什麼大學我不知道 因為他那個新聞上面是沒講 那會去廣社學校 就表示這邊人口 會一定會的 然後就業啊什麼 對 而且他好像在興建一個中學 是 是 Fortitude Valley State Secondary College 所以表示你這個人口有增長 所以表示會有人居住的需求 會有教育的需求 所以他這種中學跟大學 跟這種商辦啊 商城都要興建 就人口增長最快的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這種潛在的 公寓房產增值的話 Fortitude Valley你可以注意 是一個地方喔 對 他是一個地方 這邊給我們這個是 Utopia是不是 對 這是你今天要建設的 烏托邦 烏托邦 因為他就靠近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Fortitude Valley Station 他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如果 其實你真的要用走的 你走得到市中心啊 你真的要用走的的話 走得到啊 我之前住那邊 走路大概20分鐘吧 頂多半個小時啊 我覺得啦 你走到那個 皇后碼頭那邊 然後你那個車站 就一站就到市中心啊 是啊 那其實要講這個 這個 這個項目嗎 他只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打九折 哦 就這樣子 我們可以跳下一個 我們agent在那邊 幫我們派一些事情 好好好 因為這個案子打九折啊 所以哇 這個完全是 原本是多少錢 因為我們不知道 100萬打九折是90萬 對對對啊 OK 可是他的平均房價也都 不貴啊 他原本一房也是40幾萬 兩房也是60萬左右啊 那你打九折就 就 你不要去想腰斬啊 打九折已經很棒囉 哈哈哈 那他一站就到市中心 然後他離車站啊 甚至離那個什麼 那個 City Cap 就是那個杜倫 在那個Eagle Street的那個 City Cap 那個也很近 然後他25樓高 而且他有一個澳洲的一個創局 他的玻璃帷幕 是用奈米技術做的 那這個奈米技術他說可以 格子外線 而且你可以永遠不用去清洗它 真的假的 這種東西 他有Self Clean的功能 真的假的 對 OK 不可能假 因為他都敢這麼 新聞敢這樣爆出來 敢這麼標榜啊 那他基本上 你所能想像到的這種公社啊 都有啊 他在頂樓有那種泳池啊 然後桑拿啊 那種蒸汽室啊 那頂樓就是那種觀景台 空中劇院 BBQ都有 然後這個Miller的廚具 就是質量都不算太差 所以如果 好 一樣 所以他兩房大概多少錢 就60萬左右啊 60萬 你打個9折 不是半價啊 不要啦 你不要每天都想要找 只有每天 60萬9折 這樣多少 就變50幾萬啊 不錯啊 然後 對啊 兩位帶車位很好啦 兩位帶車位 對 所以還是一樣呼籲啦 就是 現在就是盡量不要往市中心擠啦 我們盡量會介紹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區域 然後價格比較平易技能一點 然後趁現在LBD 趕快 要入手趕快找我們吧 那他 這個有 有一房 對嗎 有有有 那一房大概多少錢 就是40萬左右啊 然後再打9折 對 那就三幾萬 是 那三房呢 有三房嗎 也有三房 Painhouse Painhouse沒有 那個已經沒有 對對對 那三房多少錢 然後 三房我沒有特別去注意 三房那個落差就會很大 那個可能就是 80萬90萬都會有啦 那那就 那還是打9折吧 都打9折 我們只要給你Painhouse 沒有說今天下單變成85折嗎 沒有啦 他給我的權限最多就是打9折 不要再打了啦 那 裡面就是 這個都已經蓋好 然後如果你 並不是想要去那邊住的話 實際上它裡面的一些單位啊 都已經開發商都已經租人了啦 已經等不到你來買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 現在就有房客的 那一樣就是 已經 有一些部分房員已經都有房客了 那開發商會依照你買的這個價位 因為 租多少 他租都已經租固定了嘛 那 會很亂 那不如開發商的意思就是說 你買的價格 打9折之後 價格 5%的Rental Guarantee給你 給多久 就一年 因為他目前都已經出租了 那邊的租行打就打一年 大概 今年年初吧 喔 剛剛好 對剛剛好 所以都可以現場去看 這個是我們 Agent去現場拍那些視頻 然後他直接可以看到市中心跟那個 QUT那邊啊 所以他就拍給我們看 對 OK 好 那我們非常 感謝我們Jerry的介紹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做更多的討論啦 那也歡迎大家到我們的 OPEG的臉書和我們的AMC的臉書呢 按下讚囉 那我們期待 年底第四季嗎 哈哈 其實就這 未來這兩三個月繼續觀察 我覺得 今天這一集 前面第一個信息 我覺得最好 最最棒 因為摸本居然數字批 其他地方還低 OK 立委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